这火影里呢 有很多彩蛋 比方说又和仙人都 会触发摩托彩蛋 有比方卡尔西和戴土 互相击杀之后 触发的奥尼图彩蛋 再比方木野王和刚手 也会触发一个彩蛋 这可不行不 有这么一个彩蛋 堪称最难触发 名人队长天的仇 他为什么能触发呢 因为他不简单 名人作为实力最拉的人之一 超哥又是最强忍者 实力差距可以这么说 泰迪vs泰罗 正常情况根本赢不了超哥 但为了看这个彩蛋 我专门研究了个套路 用上冠山两只套路 配合名人大招 伤害直接包装 啊 名人你他妈 完整起个废物 来吧 开始匹配 正在为您寻找 旗鼓相当的爹 哦 爹来喽 我这一看对面名字 技术型选手 你是不是对技术有什么误解 来吧 各位好看好学 看我如何以弱胜强 首先咱们作为版本弱势认者 开局先不要轻轻妄动 我骗你的 我突然起机 偷袭计划失败 果断提神 上狗拳 抓他后油 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把走位绕一绕 提神得消掉 给对面谁屁都开烧了 原地一个霸体 可惜又谁鼓腹来猫 撞前头上了吧 咱转刻的就是霸体 欲视不绝 先层动 上狗拳走地 不是哥们儿 一百级霸体是吧 一巴掌 好像有李宁踹个线 对面是人傻胆子的 买这么大的后油 生怕我抓不到是吧 我这人家普攻起手 一拳打到了他这个 不可名撞的位置 先让普攻 继续 有机能先藏斗 毕竟没大招都没人 废得很 虽然有大招也废 对面提神下来 直接就是一顿不解释连招 我这人都看傻了 早听说烧锅 在无脑了 没想到一片也没有 给便先让他连招 我们两个有提神差 我提神转好 他提神还在cd 咱罗虚要藏斗 前人差插住 没机会提神了呀 彩蛋拿了吗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